而且从演员表演来讲呢 陈建平奖金仅两口子 洗尽千环 你再也看不出这是乔治大院的少奶奶 也看不出奈位是雍正四爷 其实非常扎实 你看这片子看着跟纪录片是很写实 就这个片子从用心程度来讲 没得说的 可是票房什么样呢 两千万 在当前这个大片的时代 你像陈建平 蒋金琴 这都算得上有名的演员 居然这么惨淡的票房 很多人都没想到 重要原因在于什么 这个片子它的格调决定 陈建平在这里就好比一个单身贵族 我根本没有经历迎合市场 就是我一门心第一次当导演 我要把这片子所有的电影元素做主 无论它的主题 还是内容情景 还是拍摄手法 我都要非常原生态的扎扎实实做好 我就拿不出更多的精力 在电影里边提前那些商业元素 迎合市场 说白了它是一条道跑得黑 所以你看这个片子 我在电影院看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开始片子一开始呢 五分之一 我都有点看不下去 为什么呢 整个这色调环境都是很破败的环境 桑乱差的环境 而人呢 没一个漂亮的 你说一个傻子 这里头整天粗浮乱头的一个农牧民 他媳妇蒋金琴本来很漂亮 但是呢 在这里呢 就按浓缩的打扎 就是如果我就想到电影院放松一下 我看着电影 会看得我心里挺沉 就如同当年冯小刚导演的1942 到往他并不讨好 因为他从开始到最后的片子 很沉重 而且没有刺激你兴奋起来的兴奋点 相对他比较疲惧 所以这种片子 其实是纪录片的拍摄手法 拍的是很漂亮很好 可是画面上不讨巧 所以这一点我就把它比喻成 为什么这是典型的李克南电影呢 我注重内涵 注重内在的东西 但外在的东西我不去修饰 所以跟女人第一次相亲 女人一看他挺沉闷 也不怎么吱声 而且这外形上也一般 也不怎么讨巧 所以很难获得 相亲第一面的时候 女人对他青睐 有人说你细看呢 这李克南一点点内涵就展示出来了 有时候相亲这第一眼特别重要 我第一眼对你印象不太好 我就没有想第二次跟你见面的动力 那么你再有内涵 你展示给谁去 等待着下一个女人吧 下一波观众吧 贺岁党一波又一波 谁等着你呀 所以我说李克南的电影 像陈建斌这一个勺子 他在内涵上下的功夫特别俗 在外在的东西上不到家 所以这是这个电影票房惨淡的最重要原因 这也是李克南电影啊 一个死结 有很多我就坚持我的东西 我们跟他玩呢 玩你娘的绝合跟着你 但是电影不是你一个人玩的 你为什么要拍出来 搁到电影院放呢 你是想要观众认可你 就希望观众掏钱看你 这是很主要的 那你为了这个 就应该增添一些外在的东西 去迎合这个市场 这是避免不了的 当然陈建斌导演在这个文艺片的路子上 他是坚定的走下去 我们也相信这个道理 他一定明白 只不过他首先要在自己的处女座里 体现自己完整的风格 所以我说一个勺子 是非常典型的李克南电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